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黎开奥运会,香港是我今天第五日, 全世界都有很多争议, 这两日我们香港传媒和社交媒体, 大家关注是拿了几个金牌、银牌那些, 我想你都知道,如果你有看过长谷的片, 这里有五条片的连结在这里, 你自己看看我讲的什麽, 我自己的主张和一篇很长的文是四十多年前写的, 关于奥运会,不过长谷从来没兴趣关于那些比赛, 更加没兴趣谁赢了什麽那些, 反而我想从文化角度, 从文明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下, 我对于这一次或者其他奥运起了观点, 为什麽要做这些什麽呢, 早点睡觉就好了, 不是的,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 没人讲嘛, 全香港没有一个人在公开讲这些东西, 引来很多批评, 我YouTube频道这几天非常热闹, 很少有那麽多回应, 有谈有赞,有不同观点, 好,好,多谢大家, 不过今天讲这个, 不知有没有那麽争议性, 不知大家有怎样看呢, 就是讲这一次奥运绿色元素, 很明显法国和奥运当局, 都很想搞到一个奥运是绿色的, 相比起其他以前那麽多次, 越搞越浪费,越搞越破坏, 究竟成不成功呢, 为什麽多人有那麽多争议呢, 给我们什麽教训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教训, 不过现在我们开头的时候, 又静一静先, 我们一起回回去, 我们存在的中心, 那麽事都没发生, 只要喜悦, 只要安静。 或许, 我刚才说这次奥运主办当局和主办当局 都很想搞成绿色,是否真的绿色呢? 他们有十几方面,是真的做了事,效果是怎样呢? 你比起十二年前在伦敦奥运会, 还有八年前在巴西里尔拉劳奥运会, 这次奥运会在各方面都很想 跟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在建筑方面,交通方面,赛事营运方面, 饮食方面都希望可以减碳, 他们说想将温七气体排放减少一半, 将观众旅客的间置影响,就是他们的排放 纽约考虑的,总之是希望巴黎奥运 成为历史上第一次, 符合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的国际城市, 其实这个讲得明是运动会,运动会就是运动选手, 在竞技场上流汗,辛苦,举手投足,牵动人心, 但现在地球搞成这样,我们这么多严重危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力挽狂难, 现在烧到眼眉大家都不死, 所以各行各业在每一个崗位上, 每一日都希望可以减低对环境的破坏, 对资源的浪费,这些奥运世界杯, 这些体坛城市,国际城市的主办单位, 绝对有条件,将更多绿色的理念, 就是加入去减少地球破坏,生产废物,碳排放, 现在进入征题了,这些奥运2024年在巴黎, 其实造成怎样呢?今天才是第五日, 不过已经有很多新闻出来, 很多人很生气,很多人有很多东西讲, 我们先看看发生什么事, 我自己倒下倒下就发现有十二方面, 十二个范畴他们做了事, 可能大家未必留意, 第一最明显的事先张扬, 就是这一次前所未有, 我们大量供应素食, 2024年奥运会一早就答应提供素食餐, 目标就是将每一餐的炭热人平均减少一半, 现在做到,做到什么先, 就是说素食占的比例是百分之六十, 六成当然是素食, 负责人就说我们希望透过种种努力, 搞到素食无处不在, 现在开幕了, 每个都睁大眼很多很多东西讲, 你可以说有新的绿色动力, 但人们就很不惯, 先讲怎样, 巴黎的澳祖筹委, 在规划运动员的餐厅时, 总之就要搞环保低碳, 这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就是减低碳祖任务, 于是他们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命处加入, 一起研发一大堆, 据说是很好味道的, 很健康的素食皆饵, 种类饭多, 不同口味什么都有, 主动营养均衡, 强调食材可持续性, 就说要充分满足运动员, 对于饮食的很高要求, 以往奥运会都有炸薯条, 这些经典快餐食品, 这次没有, 就说明不会提供垃圾食物给运动员吃, 怎样呢, 运动员选手村的餐厅, 推出了丰富多样的菜式, 譬如用扁斗做, 用其他很多创新食材素食的选择, 例如减少油炸食品, 尖尖炸炸, 并没有营养, 现在迫使大家吃得健康些, 環保些, 这是第一个, 究竟那些人怎样反应呢, 最后我又会讲, 第二个就是食材它是非常在地的, 什么意思呢, 善血供应商就是大量使用素食食材, 就是给那些观众, 给工作人员, 可以有更多素食的选择, 就是八成食材采购, 来自本地农产, 其中四分一是来自巴黎附近, 方圆二百五十公里的产区, 即是不用运那么远, 很近运来的, 可以这样才将奥运餐饮的炭足迹减少一半, 还有就是减少一次性的塑胶使用, 所有食品饮品的一次性包装, 用完即器都尽量不用, 这是食材的选择, 还有食物容器的选择, 我讲选手村, 这是最大争议的第二个, 除了火食之外, 这次选手村主要是用木去搭出来, 其他材料都是尽量天然, 预计可以减少三成的炭足运火, 并透过通风设计冷却系统保持凉爽, 现在就无装冷气, 后来开了波之后, 就说哇声四起, 很多代表团在撕很大压力, 巴黎奥组委最后就决定立刻订2500部冷气机, 于是有三分一左右的房间, 现在就有空调了, 还有其他很多措施来配合在选手村, 譬如餐厅有六个食饭区域, 有四个无空调, 只有两个有空调, 其他几个无空调呢? 其实很巧妙利用室外庭院, 还有有盖棚那些遮住阳光, 通过甚至有吊线通风, 这样设计自省很多能源, 就是非常有效减低碳排放量, 就是刚才讲了, 餐厅就是买本地的东西, 就是将动物减蛋白质减少, 等可以省很多的痰烛人, 提供一些更加绿色健康的用餐环境给运动员, 第四人就是选手村的设备, 是很简陋的, 很简陋, 刚才都讲了, 大部份没有空调, 还有一个床展, 就是用东京奥运回收的指板床来做, 还有这次接待一万五千位运动员, 他们走完之后, 整个选手村就是会改装成为住宅区和商业区, 就可以给六千位居民和六千位上班族使用, 所以是没有浪费到的, 即刻就使用, 然后讲班奖, 这一次我想大家都看到, 我们香港的建议回来给大家看, 每一块奥运奖牌正面, 中间有一块六角形铁片, 就是巴黎铁塔, 怎样来的呢? 原来他们建巴黎铁塔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 那些铁的材料, 一路就放在那里, 收起来, 在原位那里, 现在就拿出来, 就要来做奖牌, 这个很有价值, 班奖台上面, 都是用于这些设计的, 就是用法国阳树的木材, 来到去搭这个台的, 还有就是有些塑胶的成份, 就是100%回收塑胶来的, 还有整个制造的过程, 是在法国境内那里完成的, 第六, 它就是回收那些座椅, 这座椅就是塑胶制的, 就是他们这一次, 就只是建了两间新的建筑物, 来到去搞这个奥运, 你知了, 人家那些国家, 就大兴土木, 建很多很多东西, 去威, 还有不建不行, 搞到譬如巴西, 政府几乎破产, 很惨, 但这一次, 法国尊登不起, 尽量不起, 用于现有的, 譬如它只建了两栋, 一个是巴黎新的水上运动中心, 那就是, 明年, 2025年夏天, 就会开放给公众使用的了, 场馆天台, 就有很多很多, 四千多平方米, 范围的太阳能板来供电的, 所有观众值的塑胶座椅, 都不是一手塑胶来的, 全部都是回收塑胶造成的, 嗯, 第七, 就是搞定那条河了, 这次又是有新闻, 他们, 我忘记求了多少亿, 讲完, 总之是大量资源, 去改善那条河的水质, 就希望开幕之前, 就顺利举办到铁人三行, 和马拉松游泳比赛的, 到今日都未收到消息, 是不是真的可以, 它延迟了, 是不是可以及时, 这条河过干净, 这个视乎天气又控制不了, 总之计划就是, 是啦, 到明年这条河, 就是很有希望, 开放给任何人游泳的啦, 整治这条河的水质, 就纳入了巴黎提升气候人性的城市规划, 巴黎很多大城市都是啦, 现在想起来做很多事, 预备了极端天气将来到, 现在做好预防功夫啦, 这条河是其中一道, 在大型赛事, 虽然是安全检查, 大家都知很严格啦, 但是它准大家带水瓶进去, 自己就不要一个人进去买水, 自己带水瓶, 就是它有限制的容量, 和用什么做的, 但是它是准了进去的, 而且所有奥运的上地, 安装了七百个饮水机和冷饮机, 方便观众随时可以补充水分, 好,第八样就是采用再生能源, 用电用那些, 它是100%再生的, 这个真的不简单, 巴黎武运所有比赛场馆, 都是由六个风力发电场, 两座太阳能发电场供电的, 所以达成到百分之百再生能源的目标, 其他场地就尽量减少使用柴油的发电机, 就是改为用生物燃料, 氢气或者电池去供应能源的, 第九,九成场馆就是翻身的, 刚才我说的, 它不是起身的场馆, 只是尽量起一两座, 95%比赛场地都是现在现有的场馆翻身, 或者临时的方式去先起, 这是大量减少了资源的消耗, 大家看到了, 以前这么多个城市大兴土木, 真是很污染很破坏很浪费, 劳民伤财, 这一次是省得就省, 还有第十, 它的设备可以重复使用的, 整个赛事, 二百多万的运动配件当中, 四分之三, 由世界各地每个国家的体育会自己提供的, 它要用那些螢光幕, 电路,打印机, 看台, 帐篷那些, 都是全部租回来的, 借回来的, 不是说没有一样东西是用完就扔的了, 比赛完之后, 已经有九成的设备, 安排了归还, 或者继续使用的了, 要扔的真是很少很少的, 第十一, 就是推动低碳的交通, 是什么呢? 超过八成的奥运场馆, 它专专安排在选手村附近的, 少于十公里, 减低运输的距离, 不用山长水远将人运来运去, 怎样去做运输呢? 就是用电动车, 或者是轻能车辆, 运能车辆, 就是接驳交通的, 同时, 它特意起多了新的六百公里的单车道, 鼓励大家踩单车, 减低碳排放通行, 第十二样, 绿色的措施, 就跟这个环境是无直接关系的, 但是非常绿色的, 就是巴黎为了这次奥运, 特别起了十座雕像, 就向女性致敬的, 就是很明显宣扬女性的力量, 开幕之前, 主办方对外记者会上, 他说,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 这一次巴黎, 是历史上未有过的, 实现完全性别平等, 你知不再说, 可能你真的无留意, 就是说, 今次有几多个男运动员, 是5250个, 有几多个女性运动员, 5250, 完全是一样的, 请那麽多个男, 就请那麽多个女, 这就是特定价值去宣传, 我们要按照这个信念, 推动男女平等, 那麽无, 是未试过有人那麽想的东西, 她都做到, 要做就做到, 两性平权,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来的, 这个不用咬了吧, 即是以前女人就不可以做什麽, 不可以做什麽, 女人不可以入大学, 女人不可以开车, 女人不可以这样那样, 那麽现在还有很多国家很不幸, 那些女性都是受到人家很歧视, 很压制, 什麽都不得那些都没他们份, 现在不是的, 现在我们推男女平等, 那麽现在这些真是推到一半一半, 可以说奥运历史上的女, 都一个很强重要的女情碑, 官方强调赛事是男女平权, 但是也有很多国际媒体一直批评, 譬如美国纽约时报, 德国的Glamour, 这些这样的媒体一直在谈, 他说, 现在你奥运当局, 猛强调男女参赛者比例, 终于完全均等, 其实是误导人家的, 让人家以为全世界以为, 今天国际体育界已经是性别平权了, 实行了, 其实不是, 因为体谈的决策者, 大部分是男人, 代表的教练有多少个是女的, 多少个是男的, 大家有眼看, 选手的待遇又不同, 媒体的报道角度等等都不同, 实际上男女之间, 仍然存在极大权力不对等的现象, 你想想香港, 表现上, 是的, 我们假定, 现在我们拿了几个金牌, 最威的几位, 有男有女是吧, 譬如有两位女的, 一个男的这几人, 回来就非常风光, 喂, 但他们有教练是男还是女的, 还有后面成队人去决策, 去安排是男还是女的, 所以表面上就好像是启平等, 实际上仍然不是, 批评的人认为, 巴黎奥运将屡历崛起, 男女平等作为主要宣传的两点之一, 只不过是消费我们, 这么多年, 无数平权运动人的努力, 装点自己活动的公关手段, 上个一向都是这样看, 我讲了三十年四十年, 大家都是假扮到很前卫, 讲好过不讲, 讲了慢慢就会实行, 讲了不可以不做, 就是这样, 好多商业机构, 政府机关都是得个讲字, 但讲是第一步, 讲已经可以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 改变了社会的气候, 暂时未做到, 是因为有很多历史的原因, 实际技术上的原因等等等等, 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欺骗, 很奸, 很无耻, 不是, 我就觉得很值得赞他们, 至少有东西给你们看, 讲回这次实际运状, 你说搞环保, 你说要可持续发展, 没错, 成本控制管理, 达到了, 即是很省钱, 稍后我会讲, 就是, 这一次筹委会, 都是跟着联合国SDGs的原则, 举办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 这麽符合永续性原则的全球体育城市, 没试过有个世界杯, 或者是什麽国际运动会这样做, 譬如说资源投入, 2020东京奥运, 2016年李耐勞奥运, 2012年伦敦奥运, 不要说2008年北京奥运, 这一次是最有成本效益的观念, 官方预计成本, 就是97亿美元, 好少好少, 甚至我看过数字, 是比起巴西亚那些, 差了很多很多倍, 甚至这一次有机会成为历史上, 从未有一个能产生盈余的奥运, 有钱赚, 如果你是帮他们的, 你肯定他们的, 就说这届奥运走在时代尖端, 就避免以往过度浪费, 消耗资源的漏集, 但你批评, 又可以说, 其实很多安排, 严重牺牲了参赛选手的权益, 就是要来装办主办国的所谓进步价值, 宣守宣伟, 这是很明显的, 搞到别人才是主角, 那些选手才是主角, 你搞到别人不开心, 怎样不开心呢, 睡又睡不着, 吃又吃不惯, 那怎样比赛呢, 人家是来比赛的, 如果我是选手, 我都觉得好惊, 我都觉得好惊, 是真的的, 任何事可以影响我的演出, 可能可以影响我的演出的, 我都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 即是说主办当局有责任去令到每一个选手, 能力范围里面最舒服习惯的招待, 即是说吃得惯, 睡得好, 这是基本的, 但现在不是的, 你又没有空调, 人家不惯, 你又逼人家吃一些低蛋白质的东西, 他们说, 你又逼人家吃一些淡旺旺的, 他们都不吃惯的东西, 你又逼人家吃一些素食那些, 不是人家想的, 你说你做得好吃, 只是人家不喜欢, 我觉得这一个, 就真是有牌咬了, 还有选手房间, 是没有冰箱的, 没有电视机, 没有咖啡机, 又睡那些纸板床, 有些报道媒介说, 2024年巴黎奥运村的选手村, 好像回到100年前, 1924年巴黎奥运村的水平, 时光倒立了100年, 在4年前东京那一夜, 就是因为那些纸板床品质不好, 很引起争议, 那些人睡不着之类, 现在虽然这一次, 就是我们巴黎这些纸板床, 100纸板是法国制造的, 不依稀的, 不过纸板床就是纸板床, 一样引发很多选手, 很不喜欢的, 选手村你又叫他们, 深静自然量不用什么, 就说透过地下板的水冠系统, 来减低温度, 但是老实说也是, 这些运动员来自世界各地, 很多人很怕热的, 是凉惯冷气的, 你在北欧那些人就无所谓, 拍着那些选手, 大汗打小汗, 在房里面睡不着, 实会影响比赛成绩, 就有得赖, 也不怪他真的他休息不够, 情绪差, 但是主犯当局, 他终于跪下了, 凉凉想去买一些, 就说我们不装的, 你们自己带来的, 于是很多国家的参采团体, 自己带空调机上来, 变困式那些, 就是这样, 你要人家山长水院抬机器来, 还有食物在这里, 他们吃不关你的素食, 出街买, 去外面餐厂吃, 吃肉, 吃那些东西, 他们口味那些东西, 结果吃剩很多东西浪费, 是吧, 他在外面吃, 又更加不环保, 所以运动员远声再度, 来参赛的单位, 也很不满, 可以预了是理解的, 连中国徐团采访的记者都说, 现在这样的选手村, 连监狱都比不上, 喂, 老实说, 你和我知不知, 中国内地监狱有几豪华, 有几舒服, 他们先说了, 连监狱都比在内地坐牢, 有几乎, 分不好都不好, 吃得不好, 选手怎样比赛呀, 于是, 中国奥运代表团, 干脆自己出钱, 我们祖国大把钱, 包了成栋升级酒店, 做选手村, 搬回他们过去, 将内地, 在非厨师过来, 在内地飞食材来, 带去巴黎, 英国代表团, 又是这样, 就说, 于是, 由自己在英国, 就是, 能不能想拉些, 他们的厨师, 负责, 选手三餐, 结果就更加多, 碳排放, 你想省下运费, 运输的破坏, 现在人家顶不住, 那就是说了这么多, 这些争议是可以理解, 有些, 其他是无可避免的, 任何改革, 任何创新, 任何带头去做的东西, 一定被人扮死, 强哥在这么多年, 搞了这么多东西, 难道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吗? 预了, 你不做, 无人骂, 但是你要提倡这些东西, 你要走在时代前面, 大把人顶你不信, 大把人不理解, 大把人不习惯, 大把人不喜欢, 尤其是这次来比赛, 比赛看他们的心目中, 在他们生命里面, 这么重要的, 你的环境, 他连睡都睡得不好, 吃又不适合, 这样而已, 不怪他们的, 有没有折衷的办法呢? 有的, 吸取经验咯, 下一届去美国, 看看美国做到什么出来, 但是, 我个人非常肯定, 这一次, 是法国, 还有, 奥运中央, 够胆去做这些东西, 不是没有进步的空间, 但是, 你想得出来的, 他们都做到的了, 你估计他们不是, 集合过很多的意见, 度过很多很多的东西, 有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是超水准, 我觉得是很感动, 很尊敬他们, 很尊敬他们, 是对这些选手, 可能是对不起, 他们可以赖东赖西, 拿不到奖牌, 但是, 辛苦他们也好, 对他们不住也好, 这一个, 真正就是向全世界宣示, 唱歌是, 我想你看我前几次的表达, 我都说我非常反对这些比赛, 国际性的大会, 什么杯, 什么奖牌这些东西, 但如果要搞的, 这些正正就是, 向全世界宣示, 我们的时代, 现在的转变, 我们人类文明的方向, 是去哪一道, 这一次看到了, 法国人,巴黎人, 奥运, 够胆告诉他, 我们是要朝向绿色的方向, If there's a future, It must be green, 未来一定是绿色的, 否则我们死了, 现在他是做了事, 做了刚才我说的十二样东西, 去令到这一次是绿色的, 还有没有可以做多些呢? 有, 还有没有可以做好些呢? 当然有, 但是已经是很不简单, 交了供货, 再说一次, 是他们大量供应素食, 你喜不喜欢都好, 这里有大部分的素食, 还有他们采的食材是在地的, 就不是很远非来的, 选手村设计全部低碳, 他们的设备很简单, 符合简托的原则, 那个奖牌和班奖台全部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还有回收塑胶制的座椅, 他们尽量尽不起新的场馆, 只是翻新一些旧的, 他们用的所有的设备, 尽量九成以上, 现在已经成功了, 就没有浪费的, 不会扔的, 他们做, 比如新做那些场馆, 那两座场馆, 他的座椅, 他的塑教是全部回收的, 他们尽了努力, 虽然还未成功, 就是拯救那条河沙昕的水质, 他们又推动低碳交通, 最后强调性别的平等, 虽然大家都很多话说, 但有人说就好了, 有人说就好了, 大家再给多些意见, 我觉得我们作为世界公民, 不但只要赞赏表扬任何人, 去推动地球的绿色文明, 更加是参与去度脚, 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做得好些, 还有什么未做的, 喂, 出声, 虽然现在太迟了, 但还有四年再下一次,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从长计议, 都会提出他们的看法, 如果你有什么看法, 拿出来, 在长哥的Facebook, 在长哥的YouTube, 这里留言, 我们一起谈谈一下, 刚才我讲了这些这么多个人的意见, 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呢, 如果我们要搞, 最好就不要搞, 为什么最好不要搞呢, 哪些搞得过呢, 我希望我可以再有下一集, 再跟大家一起去研究, 不过呢, 刚才我讲了这么多, 都是看到有人去试的了, 我们是在做很多事情的, 你批评就批评, 不错就说对不起, 只有这样咯, 多谢大家废神, 和我们一起交流, 交流要等你回馈的, 好, 我们一起静一静, 我们一起静一静, 去结束今天这一次我们的缘分, 我们一起做一次感恩, 我们很感恩, 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多力, 去推动这一次国际的盛事, 他们有心, 和有智慧, 有能力, 去将这一次, 进了我们可能的范围, 去变成很绿色, 持续发展。 我们很感恩, 很多传媒都懂得欣赏, 包养这些绿色的努力, 令到世人全世界, 可以更多明白到, 要人类集体活下去, 是要做这些事情, 我们每一个崗位, 每一日做每一个动作, 都决定地球将来, 我们如何活下去。 我们很感恩, 自己可以有精神, 有能力, 透过科技, 去关注, 这一次, 国际的体育城市, 我们可以享受到, 大家一起讨论交流, 因为透过这些讨论和交流, 我们明天会更好, 大家会更看清楚, 我们人类文明的方向。 多谢大家收看, 这次会继续讨论, 等待大家回应先, 拜拜。